大家还记得83年播放的《射雕英雄战》里的黄耀师吗? 他是香港的演员曾江,他因为演这个角色成为了经典,到现在他已经84岁了。 记得他在2015年与谢贤、胡锋等人一起外拍TVB节目的时候,在该记者会上,谢贤当中打了曾江,原因是不满曾江在拍摄中的情维表现。 在早前,谢贤在出席活动受访时,自报当年长官曾江是为了做宣传而已,他和曾江的关系一直都很好。 谢贤还声称这个内幕一直都没说出来,现在采访也不算迟,对于此事曾江就一直都没回应,曾江戏拍得多,感情生活也相当丰富,先后经历三段婚礼,与前两任妻子的婚姻关系只为是十年,并生有一子一女。 而曾江的现任妻子娇娇早年出道,名气必奔强海打,娇娇曾是少师灯红花旦。 当年27岁的娇娇获大导演战策的赏识,在独碧岛出演小麦,成为首部在香港地区拿下一百万港元票房的国片。 娇娇年轻时留着一头长发,面若桃花,一双迷人电眼活力十足。 她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十三年,丈夫黄中学院并离世,直到了1994年才与曾江结缘,至今结婚二十四年一直跟他有加。 虽然两人已经结婚二十四年,两人都进入了老年生活,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却也是一点也没有减少,反而更加恩爱,令人羡慕,就像情感嘉宾梁诗敏说的, 爱情就是要与你共白头,与你携手一直走。 赵川,老师老师相信有很多的人都认识吧,他虽然有过三段的婚姻,但是在对待感情这方面,他还是有很丰富的经历的。 现在他又出新节目了,现在就告白而是他主持的哦,也是和爱爱情保卫战一样死一荡情感类的节目。 日前记者就抓拍到八十四岁曾将与七十五岁的娇娇一起外住逛街,虽然两人已经结婚二十四年,但仍旧非常恩爱甜蜜。 两人穿着情侣装就像热恋时的小情侣一样,这样的感情真的是让人羡慕呢。 从拍摄的照片见到,曾娇与老婆娇娇,都是穿着一件花图案的衬衣情侣装放闪,但穿着拐杖的曾娇走起来比较慢,而老婆娇娇也是特地抱慢脚步,与老公并肩而行。 两人结婚时都是五六十岁的人,要维系二十多年到实在不易,当然,浪漫起来,也丝毫不输年轻人。 此外,去年曾将曾为了拍摄新电影,虽然已经年过八十岁,但仍然亲自上阵调高斯,这一举动是令很多年轻的演员以及剧组的工作人员都为之佩服的,真的是敬业。 增加视野的谎耀师是永远的经典,压的敬业精神,也值得我们学习。